大家好 今天11月5日星期二得道 早晨財經 我是主持道心 令蘇居變為機會 讓知識變為財富 是我們節目的宗旨 免責聲明以下提及的內容謹作為討論分析使用 不作為任何買買建議 投資推介謹作參考 風險置庫 昨天應該叫前日 星期五 港股大升 821點 修復20天線 一個星期雷升8% 其實昨天恆生指數最多曾經升過1173點 高見16513點 收市報16161點 升了821點 正式修復20天線 成交大增至1886億 成交又大增 好似好似樣子 恆指一個星期已經雷升1298點 科技指數更加升7% 修復3264點 恆生指大升88點 其實雷升8%一個星期 升幅是11年以來最大的升幅 延游在以10月31日 記得我都跟大家說了 下週的時段 有幾個點位 我一定會記得的 這次是14577 大家如果有跟開我 Facebook的網友都記得了 再三跟大家說這個低位 可能如果足夠近期的低位 應該都可以開香檳慶祝的了 結果如果升到 計IG計算 16470點 可以這樣說 接近差14577 現在16470 差8點已經2000點了 可以這樣說 高低位抓到正的了 我連續幾個月的高低位都去某大學那裏 我看回自己的Facebook圖 每個人都覺得有沒有那麼神奇 就是那麼神奇 昨天當然我最初都估計 因為如果在我的過市系統來說 過市系統其實是L的 即是買相的 大家知道L等於買相 也就是最近研究的過市系統 暫時都可以的 如果計算前天的過市系統 minimum都賺到400多點了 跟著昨天的過市系統 如果應該照我的指令去做 其實在昨天的3點50幾分是L的 跟著也都是買上去 所以一直是拿到 約摩就應該是11點鐘左右 應該是11點50分 才平仓 應該是866點左右可以賺到 換句話說兩天已經撿了12點了 當然我現在再回到 也都很多謝大家 不同的網友 之前已經有很多 加了我願意做義工的 也都當中有一些program話的人士 或者對IT比較熟悉一點點 當然我也是 現在有很多資料 我都想著要找人幫忙 譬如轉個位時間 或者我想到一些不同的quiteria 可以幫到一些指標去統計的時候 都希望可以一人難的四手 我電腦就一般的 也可以說電腦白癡 這個三人行就必有我私 當然了 希望增大這個義工團隊 可以多一些不同的數據 更加可以和大家分享 除了昨天的 叫做夜波 因為夜波原本是半夜 兩三點去捉一個浪速回來 但是上落 但是半夜兩三點我真的抵不住了 也都起不住了 現在盡量希望發展到 可以下午四點前 可以出到一個過市系統 或者過夜系統 什麼都好 希望睡醒的第二天 如果我們能夠不一定賺的 至少暫時抓到 都是賺多輸少 那這陣子我都 準成度真是不錯 無論位置或者時間都很準 在下午的時段 當然有時候 預測就不代表我操作 因為 預測的時候 和我操作 有些未必會是百分百升 真是很搞笑 因為預測方面 真是不錯 這陣子真是不錯 操作可能我真是九流 為什麼這樣說呢 昨天我在過市的時候 在1點3附近 1點鐘開了市 無多久 我都已經和大家留意 1點15分 可能會做了頂 跟著呢 在昨天的 亦都叫做頂 是做了是多少 1點13分 亦都在恆生市做期貨來說 1萬6千538做頂 之後呢 跟著呢 我給了幾個位置 其中一個位置 最近那個呢 應該是1萬6千070幾 我忘記了多少 喂 還中了喔 差10點8點而已 那也是 這裏呢 如果計算 當然啦 我現在看這個 剛才我講的IG位 如果目測呢 剛才如果是這個165300 SP Trader 減回這個 如果SP Trader 1611 都差不多 接近呢 差不多 四百幾 又四百點 那也都做了 那還有我也都呢 那當時也都說了 那應該呢 就會在 夜晚時段 又衝上去 那 沒有說錯 夜晚時段 也都是 美股開市時段 21點15分至30分 那十五分鐘 下去呢 又做多個頂 是 再高一點 高位 16546點 那我全面性呢 一高一低 呢 比賽了 那換句話說 剛才這裏有四百 接著那邊又四百 不算夜晚系統都八百六十六 那基本上呢 那我未必能夠全程呢 我自己操作升得回的 因為有時候呢 沒辦法操作呢 就好說呢 一些 情緒的運用啊 或者一些不同的 駐馬運用 而且 那個 那個 也都是 未必是這麼準程度呢 去到一點 就是 我的缺點呢 就是 那個 所以才玩即時炒 那但是 你問我怎麼判呢 就提了多些 不同的時間性啊 或者一些不同的 pattern呢 所以就記得 市 有不同的類型的 就正如呢 好像呢 如果你追得女仔多的 都一 一眼 聊了兩句 都知道這個女仔 是什麼皮性啊 所以 類似這樣的 案子差不多 所以大家看多些圖 那也都 義工團隊的 我都跟她說了 如果我進入的時候呢 那我都會呢 可能都會點幾下 一些我不同的系統呢 會發聲給她知道 那 大家呢 希望可以參加一下 又或者 可能有些高手 就告訴我 他們用的一些不同的技巧 那也都可以大家去交流啦 那好吧 廢話不多說 那我昨晚做了我雙頂之後呢 如果在夜期港呢 做了三頂 那其實如果昨晚的 叫做這個 個市值系統呢 其實3點 2點多 到3點鐘 已經做了一個S 暫時是夾緊的 163675 但是 看看星期一 會不會等下去 至於星期一個走勢 或者下禮拜走勢呢 我會在星期一的那集的節目呢 會再講多一點點的 但是呢 星期一留意 星期一是一個變盤日 變盤日什麼意思呢 通常兩個形勢而已 一是呢 即是說完到底是廢話啦 一是就是 原本升的便變跌 另外第二個 一是順勢 但是順勢 佔20%而已 而可能反向呢 就是80%的 但是當中的技巧 如何操作呢 星期一和大家講 一個重要的變盤日來的 而講回昨天成交的大增 恆子累計都是一個一周升幅 亦都有達1298點 和科技指數也都升7% 全日有1300隻股票現場 美國監管機構提前 完成這個本港首輪中概股審計 提前完成的 不代表回去沒事的 我和大家講 所以 究竟是不是有效作呢 也要大家留意 阿里巴巴曾經大升20% 沒有說錯 20% 沒辦法 有這麼多 那就風流一下 收市仍然升10% 京東升12% 騰訊八道和網易 升7-8% 昨天呢 全部的股都很有態度 全部都 啵啵啵啵啵 好像有牛屎回來了 小鵬升24% 理想升17% 吉里也升12% 彷彿昨天呢 升沒有10% 樓上那些 全部都覺得已經是 爽爽地了 碧桂園華潤置地 中國海外都升8-9% 碧桂園服務更加升15% 最佳藍籌 據報中國正考慮取消 這個國際客運航機的熔斷機制 餐飲和旅遊相關股也都受盧的 中國各行和南方行都升7% 夜期一步16443 升252點 夜期再升上去 高水282點 暫時錄得成交28444張 11月夜期最低見16179點 和日間的期指收市 16191相比下跌12點 最高見16546 夜期都幾大波幅 曾經就上升了 比起日間的期指收市 升高了355點 國子夜期就報561 升62點 也高水78點 成交36451張 這個國子夜期的成交都大 倒指 倒瓶斯指數昨晚 周市升4801點 其實昨天想著 飛龍有倒轉 但並未倒轉 不要緊 其實昨天也是捉中 捉中是60分鐘 我會先走兩支捉上去 當然我都覺得未走著 但我都認為 有些像 因為我先下跌了 我都大膽預言 60分鐘可能行大陰燭 就是什麼呢 就是11點 11點 10點多鐘 我已經說 今晚的美股 有些機會做了頂 當然啦 中了一半 我就 也都說 11點多鐘 有機會 這60分鐘 有機會做了一支大陰燭 中了 也都是啦 如果在倒瓶斯指數來說 跌了 又高低位計 只是11點到12點 跌了五百多點 高低位計 又被我猜中了 真是感謝主 但是呢 猜中了一半 為什麼呢 12點前呢 其實我都吃了八九成 我都說三點再起床 看下什麼了 我打算三點 我猜是跌下去的 但是呢 衰衰地就已經沒有跌下去了 那為什麼三點呢 美股很多時是三點鐘呢 要是順勢繼續走 要是轉勢彈上的 而昨天呢 選了不是三點鐘 是選了兩點鐘 那就是昨天 沒辦法了 那如果下股股得中 就不用吃 好像康奸那樣看著股的指數 那昨天兩點鐘呢 又做回上山 那其實當然啦 雖然上山了過去 但是我跟你說 美股呢 隨時會大塌 隨時會大塌 所以看路了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但是呢 33,000是我的頂 我自己知道 那現在呢 做了個上山 那海當然 可以六十分鐘的 去做了一支大塌 也是高低位有五百幾點 那雖然呢 林拉市呢 兩點鐘左右 三點鐘其實 應該兩點鐘起標的 那由兩點就升到上四點呢 那又是升上去 但是呢 這些呢 美股呢 小心去做了雙頂 而且是高低頂來的 因為它很流行 我也經常說做LOW LOW 就是第二高 第二個頂的高 和第二低位 所以留意呢 在星期五的夜晚呢 那個凌晨四點鐘左右的1088 1.9呢 會不會就是第二次頂了 而第一次頂呢 如果 如果這個是NQ 即是那個 納斯達克的 我看 那當然 第一個頂是10939 如果華爾街的 我又是講鞋之位 如果華爾街呢 其實在10點鐘已經做了 這個就是30612的 而第二次頂呢 也都是在這個 凌晨4點鐘左右做的 是32466 那這個當然啦 第一次頂 是多這個 第二次頂成85點的 但是下去下去呢 叫做 到此一游完之後呢 跟著又上回上去了 那這個呢 留意如果星期一 早上呢 一下已經是一開 已經開低下去 跟著順手呢 就這樣下去的時候呢 小心呢 那當日呢 原來有時候 有些美期呢 就是 美股不是一定是 在美股開市時段做的 它可以在亞洲區時段做 一些突發性的消息而已 所以 星期一呢 留意一下 各國開市的時段 早晨這樣做呢 無論是美股或者港股 那這個就 有一個再新的update 星期一會和大家講 那說回來 道指呢 美國昨晚飛龍 就業職位 保持強勁增長 但是失業率上升和新金呢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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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金的那個 漲幅就放慢 減輕市場 對聯儲局加息的憂慮 那 加上投資者同景中國 放鬆防疫限制 天天都同景 不知道為什麼 有助 全球被過這個嚴重衰退 說 美股星期五做好 道指星超過600點 都不是理由 那其實都很 很乏力的 因為呢 現在這些星呢 全部不是靠回股 都是靠一些 大型的 那些其他非科技的類別 那 那 標普 立市都升了1% 那 經濟行數表的 紐約其同 都抽高6% 道指呢 高開253點之後呢 最多是升680點的 那 高見32611中段呢 和徵法全部的 升幅 掉頭還跌62點 就是我猜 我猜 這個要跌下去 買跌的浸 其實不怕 低見31938 但是 尾段 低位再發力 那就是良點中 收市抽高401點 那 布衣2403 標寶 一度夾高2.06 然後收市 升低高1.36 布衣770 朝年困紙 進漲5.34% 那 納資也有上升叫2.04 但是 收市就減逃了 升上了1.280% 那 布衣10 4.75 這個金融中的指數呢 又一跌8.82% 挺帥的啊 之前最itet 最ithத 美國り唷 升至4.47% 哈印米夫 雪佛龍 都齊齊上升1% Block 上轨无利大增股价曾经升了11.5% PayPal季度的交易量增长顺如期股价就逆市跌7.03% 后来收市缩窄了1.7% Salesforce下跌了4.47%是表现最差道指成分股 苹果微跌0.19% Likey 抽高6.01% 升到最大道指成分股 欧洲股市全面上升 英法德分别升2.03% 2.77% 2.51% Adidas 据报正就黑谭飘马行政总裁过来加盟担任驼手 股价爆升29% 运动股这么厉害 可以留意一下 升到那些我没有一个是科技股 所以下一阵现在这样找这些传统股去拉红上树 未税的了 我跟你说了 不就记得我说的东西了 所以这个美股我继续说33000是顶 但未必是一条气的 但是有机会星期五的晚上可能做了我多重顶 大家留意星期一的走势或者星期一二 据美国银行引述EPFR Global的资料显示 至11月2日为止 货币市场基金吸资有621亿美元 今年以来落得1940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疫情之后最多了 过去一个星期全球股票基金吸资63亿美元 当中美股就吸资10亿美元的 连续4个星期获得资金流入 期内债券和黄金基金分别走资39亿美元和10亿美元的 美国劳工部公布 10月份的飞龙的增长就是飞龙业职位增长 由9月向上收定31.5万个 方向之26.1万个 好过预期19.3万个 这个方向也好过预期的 期内失业率上升0.2%去3.7% 高过预期的 11月8日便会中期选举 拜登在就许数据出炉之后 表示劳动市场复苏依然强劲 通讯仍然首要经济挑战 他的东西便不说了 那么今天最新消息就是 特朗普会参选总统 和大家说一声 当然希望不好就是最高得票 但是继续落败 那就很灰了 所以继续祝福特朗普 美国十年期的债息反复曾经跌4.72个基点 低见4.0997美段转升 稍有敏感的两年期债息从高位也都回落 去到4.799厘 所以由4.799到4.6395 所以债息又跌 美区也都急跌 所以金价又弹 市场就是这样 所以股价也有弹 这个彭博美元现货 美段回落1.93% 至少2020年最伤的美区指数 最多曾经急跌1.96% 低见1.10.72% 商品货币升势零例 变成了澳元曾经升3.1% 楼元升2.82% 日元也升1.15% 商品方面刚才说 金价反弹3.12% 去到168.4美元 伦敦期和炒高6.2%之多 最后再说EonMars Twitter逆主后 广告收入大减 大跌 新兼这个已经是 都不知怎样做的 SpaceX Twitter行政总裁 现在 贴文又说 这个表示 Twitter的广告收入近期大跌 没有提及这个数字 死火了 一入主 没多久就已经 不过他都预了 是不是 很多人太狂妄了 可能很多人都不喜欢 和那些行家都会 都会不浏广告 和那些汽车那些 对不对 Twitter并没有改变任何内容监测政策 但是有压力的团体向广告商施压 要求他们 不要在Twitter刊登广告 他又说 Twitter正盡力满足压力团体 所以 EonMars想看 怎样做这门生意 这门生意一执 不是好像他做生意一执 搞好R&D就可以 这门生意 好说这个 就是 究竟那些人 能不能赚 赚不赚 赚不赚 这个本人 这个很重要 人的色彩比较重一点 因为EonMars是那些 属于 很多人 很喜欢的 都很多人不喜欢 所以这个有问题了 EonMars出席 这个活动的时候 就说 没有改变Twitter的运作方式 但仍然受到外界批评 据捕 亦都会展开裁员 有一半的员工会比赛 另外 Tesla的对手 这个通用 和Flox 已经 早前已决定了 不会在Twitter再登广告 另外 还有很多间不同的公司路 续续 国公司IPG都建议客户 暂停在Twitter这个刊登广告 所以 未来都会面对很大的群众压力 好了 今天节目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记得支持我们六部曲 订阅我们星期二得道日报 和新闻集团做齐六部曲之余 参加Patreon 最重要 还有多多like我这个 杜心炒股的Facebook 介绍我的老友来like我 多谢各位 拜拜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驚訝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的連結 就是有Discount